没有胃口怎么办呢 到哪儿吃饭最凉快呢 今天贴心的食权食们 就为您准备了一份夏日食谱 另外还有多重福利隐藏其中 一起瞧瞧吧 食谱一 清淡养生好味道 乾坤鱼龙粥 这家开在八国城的粥店 经营十多年 用心做好粥 每天都是老板亲自进货 保证食材的品质 最地道的做法还原越式风味 清淡的味道适合夏日滋阴生津 去暑降噪 轻哥我觉得 我吃的这个一米莲子百合粥 它没有那种药材的那种苦味 然后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对啊 你整个吃起来 它是不是口味比较清淡一点 对 因为它本身 它本身是属于一个甜粥的系列 但是现在是还没有放白糖 所以吃起来是只有那种 百合莲子的那种清香味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适合你这种 可能胃口不是太好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吃的时候 感觉就是整个粥 好像很绵糊糊的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整个 越是它粥坊 它比较讲究类的东西 越菜讲究慢工出细活 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 广东人特别善于包汤包粥 所以乾坤鱼龙粥开店十多年来 一直是这位来自广东云福的梅师傅主厨 正如梅师傅介绍 包粥最重要的就是打底的白粥 只有熬好这一锅白粥 再配上各种配料 一锅锅鲜香美味的粥品 才能算是成功 它们包粥会选用三种不同的米 分别起到增稠增香饱腹的作用 每一粒米经过50分钟的洗礼 达到苛苛开花 粒粒分明的效果 当然店内自制的各种面点 更是这美味粥品的黄金搭档 就是这个包子的话 我吃起来它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 而且就是它的面皮会那种 有一点点的回甜 然后特别香的那种感觉 我还回甜吗 你说的话我想试一个 养生粥品的黄金搭档 粤式煎包煎饺 扫描二维码进入美食商城 仅需三块钱 抢购原价24个同款招牌菜 食谱二 没有空调都超凉快的冻子火锅 里面感觉比较大 像鱼油一样的里面 这个冻子里面吃火锅分得凉快 但是去 隔壁的环节很舒服 我来它那种菜很新鲜的时候 每次吃感觉菜很新鲜 今日打卡 老九龙冻子鲜菜火锅 能在夏天凉快吃火锅的 一个好地方 走怀旧路线 利用曾经的废弃防空洞 改装升级成为一个 食客众多的网红火锅店 咱们还设立了很多区域是不是 比如说这边是什么 休息区 这一段就是这种休息打卡区 还有娃娃牙 它不爱吃火锅 我们可以在那边刷牙 这个是 这个是娃娃龙的放映室 休息区打卡 放映厅带娃 场地大 所以区域划分更加细化 咱们的老板夏哥 也是非常贴心地为食客着想 你现在感觉到是不是 能够万一三十几多 两个月有的 两个感觉 我鸡皮跟它都浅了 真的 就连空缩了 这个冻子的感觉是 在地下几十米 它很凉快 很凉快 对 就很阴凉 在这里面吃火锅 就是刚刚好 隐匿在繁华闹市里 防空洞低调而内敛 不见其变 先闻其香 冻子在身 火锅的美味却藏不住 寻着浓厚的火锅味 火锅迷们寻味而来 约上三五好友 叫上一家大小 摆上毛肚额肠 一桌桌沸腾的火锅 就开始生成出烟火气 这边就开始生成了 这边就开始生成了 这个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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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爽脆 画渣的那种 而且我感觉 其实每一段 吃火锅 给我的最大一个印象 就是 第一片毛肚的时候 往往是没有什么味道的 但是你这个毛肚的时候 我感觉 不仅是可以把整个 锅里的味道 吸的是比较 吸气的比较淋漓尽致的 有味 有滋味 有滋味的那种毛肚 有很多手 第一块毛肚它是没有味道的 对对对 很常拿着拿着是 过去的巧的闻起来的 对 它有些吃上去很大 没的味道 非是毛肚不吸的味道 如果这个过去的味道 不浓厚 那肯定没的味道 老酒龙冻子火锅的 招牌特色主打菜 精品徒场鲜毛肚 原价58元 现在只要9块9 相当于1.7折抢购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想要去杨家平 最长的冻子火锅打卡的朋友 赶紧抢购起来吧 食谱三 世外桃园鸟语花香 把酒延欢 不沸腾 聚重原老火锅 它的环境相当优美 而且它的猪肉 还有小鸡 都给人也很放松的一种感觉 就吃完的话也没有什么味道 就重重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很喜欢 在重庆 火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 这家把美食与都市男女向往的 田园风光完美结合的火锅店 在追求环境的同时 更是注重口味 我吃人真的非常的画扎 而且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 脚不动脚不断的感觉 因为它牛肉里面 它是带了一点这种肥肉 已经这个筋相连的 所以我会以为我吃进去的时候 我可能费顶劲 去把这个牛肉给嚼断 嚼烂才可以 福利来咯 扫码进入美食商城 原汁牛肉加上 鲁蹄汁两道菜 原价63元 现价仅需6.6元 即可享用哟 看了这些 是不是感觉非常过瘾呢 不仅饱眼糊 更能剪趴火 这几家店 不仅满足你的夏日口味 更能在环境上 解决你的闷热烦恼 另外 除了今天的几款招牌菜 还有很多现实优惠 尽在十全十美优选商城 别犹豫 快快 好